我们接下来看如果设计那个表单 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把Excel当成是资料库来用 也就是说呢真的可以直接把你填的资料 自动填到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Excel里面 那填到Excel里面的话呢 当然还会有牵涉到自动化部分 自动化就是说我只要填这四个资料 一个人的姓名加上三个成绩 后面这几个可以自动产生 应该到这三个就可以了 这一个呢可以怎么样 可以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把这些成绩怎么样 相加怎么样 除以三不就是平均了 要不然的话还有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公式 加这个7变8丢到这边来就好了 是 看一下就是几个部分 怎么样做表单 当然步骤我大概说明一下 第一个哦 如果我要做表 一样到Visual Basic 就切过来嘛 然后二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我们这个本来是插入模组 之前撰写成是插入模组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按一样再次上按右键 任何个地方按右键 右键按下去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插入 在模组的上方有一个叫制定表单 就这个东西哦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主要就是我将来可以在上面 设计我要的这个显示的画面 所以制定表单按下它之后的话 那再来它会跳出一个什么呢 叫做User Phone E 所以我们待会的动作第一步做就是 我如何利用这个工具箱 有没有 这个工具箱都不需要 不然关掉没关系 上面有个工具箱 OK 你可以这样可以打开啦 因为有些同学对这环境不熟悉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工具箱 这上面有几个东西 有没有 Label就是标签 标签就做前面的东西 AA就是TestBud 就是实际上就输入啦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Command Button 就是按按钮 然后我要把这个画面呢 做成就是 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这边叫设计表单的 这一个云端画面 里面的话 我是有把这个画面截图 实际上就是 我将来就做出来就长这样子 然后并且可以让它显示啦 所以首先的话 我该怎么做 理论上 一先插入表单 按右键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二的话呢 就在上面做一点东西 习惯上我是由外而内 先把外面这乘机系统做完 然后再由左到右 那这几个是Label 这几个是TestBuds 这一个是Command Button 就是我刚刚给各位看的这个 这个是标签Label 就是前面的东西 那这一个的话是TestBuds 一个Command 至于其他 暂时先没有用到 OK 那我们怎么做 一由外而内 上面叫什么呢 User Phone 1 这不对啊 我们应该叫什么 叫成绩系统好了 所以我们理论上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们在VPA底下这边 也叫属性 属性的部分 如果你现在产生一个表单之后 你可以在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指的就是上面的相关设定 比如说我今天要设定 我要变更什么 这边名称的话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名 这个属性名称叫Caption Caption里面的话 特别最好 这个Caption指的就是上面 有点像Title OK 然后Caption 如果我要变更它里面的文字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它Delete掉 直接改成什么 改成叫做成绩系统 如果你打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左上角 它就变更了 成绩系统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就针对这个 这个要user form 这个表单 第二个的话 就是要针对它的背后颜色 现在灰色 灰色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其他颜色 比如说改成浅绿色 那它怎么改成浅绿色 其实属性的名称 都是有它的关联性 比如说这个背景颜色 只是说它英文的 背景颜色应该是哪一个 对没有 有没有看到一个 back color 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就是了 back color就是背景颜色 那背景颜色 你就点这个下拉清单 点一下调色盘 再把它改成浅绿色的就好了 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表单 大概我们先做两个设定 一个是Caption 那一个是back color 至于说其他的 不是没有用 你可以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每一个属性 都有它的使用方式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第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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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